下面我们进入到第二个主题 关于运算符的介绍 那么说到运算符 我们怎么把它记忆 或者说运算符是什么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键盘上的一些标点符号 这些标点符号 在我们c源编辑器中 都给我们赋予了一定的意义 当然这里的意义有些简单 比如加减乘除 当然也有一些较为复杂的不同运算 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乘法来说 普通的乘法呢 我们可以认为它其实就是个乘法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指针学了过后 你会发现这个心 心这个符号 其实也是可以认为是指针的一个什么 一个定义符号 所以说这个呢 不同的运算符呢 它的一般来说的场景可能都不同 所以大家也需要一定的区分 所以这个地方呢 大家尽量要是多去比较 多去比较 如果说你确实没有接触过C源呢 建议大家每次看着这个键盘 你每一个标点符号自己回忆一下 有哪些东西 哪些概念就可以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大概给大家把这个标点符号都区分了一下 分成了这么五类 一类呢 我们称之为算数 算数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数学的加减乘除等操作 然后还有逻辑 所谓的逻辑呢 我们把它认为其实就是真和假的问题 真和假的问题 然后就是我们嵌入之中 利用最广泛的位 位操作 因为我们在第一个内容中已经提到过 我们的硬件的最小处理单位就是比特 那么我们软件没法直接定义比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借助未运算 来对我们的系统进行操作和复制 然后第四种呢 就是我们的复制操作 复制操作自然而然就是我们的赋予某一个内存空间值的一些操作 然后最后就是内存访问 就是我拿了内存过后 如果是连续内存 那我如何访问它 那是这些符号 好我们先看 对于这些符号还是一样 我们重点去理解它一些技巧性的东西 因为你说它的语法 其实可能大家 这个地方应该不出现什么问题 好我们来看 第一组就是加减 加减应该是没什么可说的 那么加减基本上就是按照我们普通学数学的概念一样 加法和减法 只是说这个加法和减法之后呢 我们要注意加法和减法 这两边出现的A和B这两个类 这两个类 那么这两个东西呢 一般情况下都是什么 都是同种数据类型为主 那么一般我们请一般情况呢 我们也不需要大家去记那个 哪个符号哪个那个类型的优先级高 然后按哪个结合 其实没有必要 我们在定义这种加法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保证A类型和B类型怎么的 尽量保持一致 保持一致 这样呢 也不可以给自己找麻烦 所以其实学C语言呢 并不说要把语法掌握得多么牢 主要是你觉得你解决问题的方法 有了就可以 有了就可以 然后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的乘除运算和球模运算 那这三组运算呢 我们先说一下 那么乘和除在我们的C语言中 或者是在我们的大部分CPU中 是不支持的 不支持 什么意思 我们这要提一下 因为我们很多同学可能会认为 我们写个乘写个除 就应该这么做呀 就是说 或者说我们这样来理解 比如说我说这样 他说intA等于什么呢 等于假设我们前面B已经出来了 B要乘一个10 假设说之前B已经负了值 比如20 30无所谓 那你说这个很容易呀 因为CPU一个周期过后 把B乘以10就负给A 不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代码 和这样的代码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B加10 那么在很多时候CPU 因为加法上是一个周期可以完成的 所以说CPU呢 我们认为一个周期 可以处理这个事情 可以处理 那这样的话 这个效率非常高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写成这个样子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明确CPU怎么的 可能 可能怎么的 要多个周期 甚至怎么的 甚至要利用什么呢 要利用软件的模拟方法 方法去实现惩罚 那么 那么这句话呢 首先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 惩罚呢 在很多CPU中呢 其实并不支持 就说它内部根本就没有 所以一旦你C元编辑器看到惩罚的时候 它没法去找到一个汇编 进行惩罚 进行惩罚 那这个时候呢 它可能就会 当然有些CPU可能会用多个周期 去实现一个惩罚指令 那这个时候编辑器会调用它 那当然这个效率很显然 比单独一个加法要低得多 然后这是一期 其二 在我们的很多软件开发中 尤其在ARM开发中 很有可能这个惩罚 就直接被编辑器 编辑成一个叫软件浮点方法 就是软件惩罚的方法 去调用这个函数 那如果说我们写的是裸机程序 就是没有超级系统 或没有第三方库的支持 纯粹是自己在开发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就实现不了 就是说我们需要借助第三方的一个惩罚库 帮我们实现 那这样对于嵌辑式的纯软开发来说 就非常麻烦 你的效率非常的差 因为你的那个软件浮点的 软件惩罚的计算 在那个代码 你需要实现 如果说不实现 倒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在以后会看到 那么就是说 在我们GNU下 有一些开源的代码 可以帮我们来借助来使用 但是呢 给我们感觉就是 就是一个是不直观 二一个是什么效率低 所以说乘除法呢 其实在我们的很多软件变成中呢 除非特殊算法以外 那么能不用 就先不要着急去用 因为这个乘除法呢 有些时候CPU的性能不支持 那么会导致我们程序的什么 可一致性变差 所以这个乘除法需要给大家来提到 然后其次我们看这个百分号 百分号呢是球模 球模有东西说 这有什么可说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给大家来取几个例子 我们来看看 比如说我们再这样来写 0模上3 那么这个怎么理解呢 那么实际上就是求它的什么余数 求它的余数怎么来看啊 那实际上就是0 对不对 然后1模上3呢 我们多写几个 我们来看看它的规律 等于什么 1 然后2也模上3 那么这个时候它还是等于2 这没问题啊 3模上3呢 大家来看 那么3除以3本身能处得近 所以它的模就是什么 就是0对不对 然后接着我们再写一个 4模上3又等多少呢 是不是还是等于1呀 其实我们写到这儿过后 如果我们再多写几个 你可能慢慢规律就发现了 求模是什么感觉呢 就说我们一个数 跟某一个数在求模的时候 那么这个结果一定是 这个数的什么 0到n-1倍 0到n-1 所以这是我们模的一个特性 那利用这些特性呢 我们可以在某些场合上 我们立刻就想到 用模的方法去处理 比如说你看我们举个例子 就任意一个数n 我只要模上m过后 那么我们说最后的这个结果 最后这个结果 它一定是介于谁 是不是介于我们的0到m-1 这个地方写成这样 0到m-1 这样一个范围 对不对 那这个范围又是什么呢 这个范围又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说 也就是说以后我们遇到 我们要取一个范围的数 怎么办 比如说我给你认一个随机数 但是呢我只想得到100以内的数 这时候怎么办 就随机数可能会非常的庞大 然后我就只想得到100以内的数 怎么办 那这儿我们来举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说 求模我们一定要记住 它什么时候用 这个比较重要 第一种就是取一个范围的数 我们来看 那怎么叫取一个范围的数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例子 现在一个例子 就是给出任意数 我们给一个任意的数 任意的数字 那么这个数字呢 在以后我们开发中呢 很有可能就是个随机数 因为我们有些时候 会产生一些随机性的东西 所以一个是任意的数 然后呢要把它的范围放在哪呢 放在比如说 但是呢这个数字呢 最后要我们要得到一个 得到一个什么呢 1到100以内的数 那你去看 我们看这样的问题 我们怎么解决呢 首先我们来看呢 给你任何数 我们就认为是m 那么要求模 我们通过什么 求模什么能得到一个范围 对不对 那这个范围 你看如果我抹上100 那么自然而然我们知道 它得到结果是吧 是不是0到99 对不对 那1到100还差一个 那怎么办 好了 那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0到99 我只要再加上1 就能得到1到100的数了 所以这个例子 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要得到一个范围内的数 那么我们这个题目的算法怎么做 就是我们要写色源编程的话 我们的编法就是 你任意一个变量跟100球模 然后我们加上括号 那么这是第一组 对吧 然后再加上1 那么通过这样的例子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给它复制给另外一个其他的真正的变量 然后这样的话 这个变量是不是就会得到1到100以内的数啊 所以球模的第一种 第一个使用场景就是 取一个范围的数 取一个范围的数 好 其二 那么我们直接再往下看 这个0到m减1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说 我们一直在强调啊 比如说我们说8进制数 它实际上是不是0到7 对不对 然后16进制数是什么 是不是0到15啊 对不对 所以说那么0到m减1 其实不就是干什么了 是不是得到 什么一个m净置的一个个位数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说是得到m净置 得到m净置的一个什么 的一个一个个位数 个位数 好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一个特点啊 这个啊 这个呢 也是有些时候 我们在某些算法中 会用得到一个个位数 比如说我们说我想得到一个20进制 那我就磨上20 然后看他得多少 那其实就是20进制的个位数 所以这个 也是一种技巧 那当然呢 我们说这个 为什么得说是进制数呢 其实一样的 你看 012 然后后面是不是又是012啊 012 看到没有 所以说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把它定位成两个啊 一个是范围数 一个是静置数 一个得到一个静置数 然后当然这个数呢 当然我们说这个数字也有个问题 它是不是循环的 你看 012 下面一个是不是又012 012 一是循环 所以说也相当于得到一个什么 循环的下标 看没有 下标啊 这个呢 在我如果说学过数据结构 同学应该知道啊 一般来说 我们在循环链表啊 循环对列啊 的一些操作中 我们可能利用模的方法 去得到这个下标啊 因为它是循环的 对吧 就是循环的数据结构啊 循环数据结构的下标啊 那这个三个啊 这三种应用场景呢 应该是我们球模啊 比较常用的啊 常用的几个方法